这个女人五年间怀孕六次 两次剖共产却只生下两个女儿 但为了给丈夫生个儿子延续香火 她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受孕 四个月前 夏警局又挺着伤痕累累的肚子来到了医院 再次怀孕的她看起来还挺高兴 但主治医师却一脸愁容 事关生死 可夏警局的丈夫还在忙着做生意 只是把她交给父亲和婆婆照顾 果不其然 夏警局只用了15分钟就剩下了一名男婴 但随之而来的大出血却让医生也未知胆寒 短短两分钟 夏警局的出血量已经达到了2000毫升 医生告诉夏警局如果不切除子宫 他将会有生命危险 可明明已经省下了儿子 夏警局却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生孩子的能力 但医生哪能有着夏警局的想法 他的情况太过凶险 现在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很快 夏警局由于出血过多失去了医食 医生一边催着血裤赶紧送血 一边把切除子宫的决定告诉了夏警局的父亲 我们照大名区我们也开始切子宫了 父亲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马上就通议了 对于那个从未露面的丈夫 夏警局对他的重要性我们不好说 但对父亲来说 夏警局永远是他最爱的女儿 护士把孩子清洗后送给家属看 奶奶对着刚出生的小孙子目不转睛 可当导演告诉夏警局父亲宝宝是个男孩后 他却被子毫不在意 切除子宫时 夏警局由于失血过多突然没有了心跳 整个手术室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再被注入了各种药物和轮番按压心脏后 夏警局的心跳总算是恢复了 但书上血还没多久 夏警局又出现了第二次心跳轴停 医生没办法 只好用上了出颤衣 所有的人都在合死神赛跑 一道手术室的门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 门外是新生的信越 而门内则是出手可及的死亡 由于夏警局腹腔内的血实在止不住 医生只好用纱布把肚子填满 然后再进行缝合 这样做虽然很危险 但也是唯一可以救活夏警局的办法了 手术前 医生再次让夏警局的父亲签下了病危同之书 听完医生的方案后 父亲恳求能不能让自己经手术室看一眼 他想让女儿知道 他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合死神搏命 虽然不太合归 但医生还是心软了 然而进去看了还没几秒钟 女儿的惨状让父亲马上就转身冲出手术室 蹲在走廊里也面痛哭起来 手术进行四个小时后 医生终于从此神手里抢回了夏警局 整个手术期间他一共失血一万三千毫升 相当于把全身的血液换了四遍 五天后 医生取出了夏警局肚子里的支血纱布 平时特别哀笑的 他现在身上插满了各种罐子 整个人都贪软无力 舅舅已经给夏警局的丈夫打了电话 让他无论如何也要马上赶过来 可到了这个时候 守在夏警局病床前的还是只有夫妻 术后第十一天 夏警局被转到了普通病房 这使得他又露出了笑容 想起前些天的生死经历 主治医生大趣地说道 这辈子我亡不了你 你也亡不了我 护士把儿子抱给夏警局 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 夏警局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但对这个用自己生命做赌注 为丈夫胆下医子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六十岁的农民父亲 因为药痛来到医院检查 谁知医生仅看了一眼就断定他活不过三天 老人名叫王斌 经过检查 他被确诊为肝硬化晚期 医生说这病虽然难治 但只要及时进行患肝手术就有劲 可听说手术费要三十万后 王斌默默地放弃了手术 他知道就算治好了病 自己的孩子也会因此背上巨额的债务 让人意外的是 老人的儿子竟也统一了父亲的选择 正当王斌准备回家等死时 他的女儿王灌云却突然站了出来 为了给父亲寻求生路 王灌云独自带着父亲从云南来到了北京的医院 可刚见到医生 他们就又得知了一个灵人绝望的消息 除了手术费的三十万 王斌想要获得一份匹配的甘愿还需要四十五万 这些费用丹宁出来任何一样都足以压垮王灌云 但为了救父亲的命 王灌云哪怕倾家当产也在所不惜 王灌云先是将父亲的病情告诉了丈夫 他本以为丈夫会反对 谁知丈夫不仅不反对 公公婆婆还把自己养老用的二十万给送了过来 婆婆更是从老家赶来照顾妇女二人 手术费错起后 就只剩下甘愿这一难题了 医院里的甘愿非常紧张 每年有很多病人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甘愿而去世 而父亲的病情还在持续恶化 来北京才几天 他就已经无法下地 更没法正常的喝水吃饭 医生说王斌的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 如果真的没办法 家属的甘愿也可以捐献 得知这个消息后 王灌云马上给哥哥打去电话 让他带着家里的亲人都来北京测测甘愿 可哥哥却劝王灌云一个女儿家不要都管闲事 无奈之下 王灌云只好一个人去做了配型 检查出来还需要几天 可在等待时 王灌云起床后却发现父亲的手脚已经冰凉 送到医院后 医生告诉王灌云父亲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药切除气管 这场抢就从早上七点一直进行到了下午五点 经过医生的不懈努力 王斌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甘愿匹配结果也很快出来了 王灌云可以为父亲捐干 可当王斌得知是女儿要把肝脏捐给自己后 说什么也不肯继续治疗了 王斌说如果要用亲生女儿的健康来换取自己活命的机会 那他宁愿去死 为了让父亲接受手术 王灌云只好骗父亲说肝脏被切掉后自己还会长出来 不会影响健康 手术的那天 王灌云和父亲被推进了两间相连的手术时 这场手术的难度极大 在父亲的肝脏被切除后 必须马上将女儿的肝脏移植上去 如果时间稍有差错 两个人可能都会下不了手术台 此时王灌云的腹部已被切开 随时可以取出肝脏 可父亲那边却陷入了麻烦 原来他患有严重的腹膜烟 肝脏和周围的组织都粘在了一起 医生根本无法下刀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医生这才切下了王斌的肝脏 随后 女儿530克的肝脏立刻被移植进了王斌的体内 当血管放开的一刻 父亲的鲜血瞬间涌入了女儿的肝脏 可就在医生想要缝合王斌的腹部时 却发现他的肠刀被一层白色的纤维紧紧地包裹着 这种病叫做腹剪症 他也是王斌肝硬化的元凶 医生们很快重新制定了手术计划 像蚂蚁扳骨头一样一点一点地清除着腹剪 12个小时后 王斌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 医生贴心地将妇女俩的病床推到了一起 此时王斌根本没法说话 只能颤颤巍巍地在纸上写下 我想跟我女儿说说话 不过王斌根本不用着急 因为托女儿的福 他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慢慢说